大家好 我是李双林 今天我们接着讲十二岛战 今天我们讲这个结账 从字面意思来讲 这个结就是结断的意思 它有一个阻挡的意思 你看我们经常把结住 这个水来了把这个水结住 我们把这个气要结住 这个结是结什么 要把这个气要留住 你如果不把这个气留住 气就跑掉了 就没法用了 所以叫结账 结账其实是一种做风水 做风水 就是说它在某种程度上 它有一个改的意思 它已经起到一个在改 就是这个地理环境呢 可能不太理想 我们要通过一些方法来改造一下 让这个地方的风水呢 达到我们的满意 然后呢 达到一个可以用的一个程度 所以叫结账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才需要用到结账呢 就什么 气 气脉未尽 气脉未尽呢 依然还在走 还在往前走 那么如果气依然还在往前走的话 你把血点的这个地方 气能留得住吗 气是留不住的 那气留不住 这个地方能发人丁吗 发财吗 不能 所以呢 气如果依然还在往前走 这个地方我们就要把它截断 要把它弄断 弄断了过后呢 气就停留在这里了 我给大家画一个图 嗯 好 这个图 这边呢是青龙山 这边是青龙 这边呢是白虎 白虎 然后呢 这个是血腥 血腥 我们知道麦是从这上面下来的 对不对 麦一直下来 麦从这上面下来是不是往前走啊 麦一直还往前走 还在走走走 还在不停的往外走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定血 这个血该怎麽定呢 这个血我们该怎么弄 是不是 你如果把血定在这里 你是不是发现气还在往前走 前面伸到这麽长 这个叫什麽 血土舌 土舌啊 他的土舌头啊 就前面这个纯太长了 纯太长 纯太长它是节气 抢节的节 他把气给你节跑了 他在躲里的气 他在倒屑里的气 把气给你倒走了 那是不是坏蛋了 我们之前讲过鬼结嘛 鬼结 是不是 这种是不是叫节气啊 他就把气给结走了 那结走了过后 我们要怎麽办 我们要结断 结断 那麽这个血能不能点到这里呢 肯定有人说 你看点到这里前面还有这麽长 我们点到这里不前面就没有了吗 点这里可不可以 肯定不可以啊 点这里你发现青龙白虎有没有包钞啊 有没有包围啊 没有包围 就说这一节都是漏气的 就是说从这里到这里啊 就这一节啊 全部都是什么 气跑掉了 对吧 全部都是漏气 就这一节都是漏气的 只有这一节才有气 有气 为什麽 龙虎是包围的 龙虎是保护的 所以这个血可不可以点到这外面 不可以啊 但这一节是不是就多余的 多余了嘛 那么我们把血点的 到底是点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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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要根据龙虎的情况 来卖的情况 比如说后面如果来卖很急 我们血就外面来一点嘛 来卖很缓 我们就里面去一点嘛 是不是啊 如果这个龙虎很长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在龙虎的中间嘛 我们一般就选择中间嘛 什么叫中间呢 就这样子来分是不是啊 然后又这样子分 一分为二 对不对 这不就是血吗 气满下来的 这不就血吗 点中间血嘛 就是说这个点是最好的嘛 这个点涂黑一点 就这个点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点用了过后 你发现是不是前面还有很长啊 这么长 把舌头吐这么长干嘛 那是不是要倒你的气啊 是不是啊 你看我们人经常把舌头吐出来 你一会儿你口干舌早 你舌得了吗 舌不了 所以这一节是不是就多余的 多余的怎么办 截掉 把他截断 这是一种做风水的一种做法 截断 那么我们截断有几个方法啊 第一个 直接把他挖掉 这是个大工程 对一般老板现在讲肯定是切实际的 第二个就是在前面修一个水塘 就是在这个龙虎要出来的这个位置 前面要留一段距离啊 没有距离要没存没胎气也不行 所以要留一段距离 然后这里修一个水塘 修一个水塘过后呢 因为气借水则止 懂不懂 因为气 就比如说是这个样子的嘛 你看气一直在往下走往下走 是吧 然后我在这里修一个水塘 水塘修在这里过后气就停止了 因为气借水则止 遇风则散 所以气是借水则止的 所以我们在修了一个水池 过后气就停留在这里了 是不是就不太截断了 这就是第二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直接把娃娃吊 不要他 大工厂 请十几台娃娃机 一个月就搞定 一座山也搞定 这种人有没有这种事情 有 我还真见过有这样的人 青龙山白武山有点力量不够 真的是弄一座山过来 把它赔起来的 我之前给大家讲过 我们这边有个富豪吗 我们去讲过他们家的祖坟 他把整个村就几个大队 因为山脉挖断的地方 全部架这个天桥 把它给截起来了 因为风水师说 他们的气被阻断了 龙脉给伤了 他全部架天桥 每个桥也要花几十万 花不少钱 但其实没啥用 已经没啥用 因为有的东西 是一致词无法改变 人不可以天斗 就比如说你的殷宅葬在这里 最后面修高速公路 把它破掉 那就是你的秘术 不要强求 是不是 所以很多东西我们得到了 也不代表能守得住 所以说这叫结账 我刚刚说了 阻断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把挖掉 第二个就修一个水塘 因为气势借水则止的 前面修一个水 修一个水塘 或修一个水渠也可以 这个看情况嘛 但是像这种地方 如果你不处理 是没法用的 是没法用的 他主世代贫穷 不可以用的 我有一个朋友 他母亲就是站在 就是前面很长 这个舌头站在中间的 其实这种地方是不好 我也没跟他讲 因为讲了也改缘不了 但是我当时看到过后 我就知道这个地方非常差 因为前面呢 还有很长 气还在往下跑 而且这个气没有用结账法 没有把它结住 你没把这个龙逮住 是不是 你看风水当中 经常有什么捆龙素 酸龙素 我把龙给酸住 其实说的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龙不就是带着气吗 我把这个气给酸住 怎么酸住吗 就修个水塘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民间有些人说 我在这里做个法事 画道符 这个气就结住了 那不可能 那都是胡扯 这些跟风水是没关系的 法事科宜 它属于宗教和民间信仰 它和风水没有关系 包括很多民俗 它风水也没关系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风水 和什么 风俗要分清楚 风俗是风俗 实力不同风 白力不同俗 风水是风水 风水是不讲环境的 管你在哪个地方 它只有一个真理 它没有变化 不会因为你这个地方 这样讲究 这个风水就变了 不会 它永远是这个道理 但是风俗不一样 而现在民间的风水先生 大多数人搞的是风俗 根本不搞风水 就是说当地人信什么 他就搞什么 这个跟风水没关系的 风俗是无侵无凶的 心理安慰嘛 你觉得好就好 但是风水 它是客观存在的 你信于不信 你认为它对于不对 你讲究于不讲究 它都存在 就像空气一样 看不见摸不着 信不信它都存在 它是客观事实 它不是人为想象出来的 这就像搬家的时候 搬家要注意什么 我手上要拿什么 对吧 这都是风俗习惯 我一般都是告诉他 根据当地风俗做就可以了 你心里舒服就好 但是从风俗的角度来讲 这些根本就没意义啊 你手上拿什么啊 搬家怎么走啊 其实都可以啊 他们本身来讲就没有讲究 但是讲究一点风俗也好嘛 有点气氛嘛 这就叫春节的时候 我们这边呢 有一个风俗习惯 就春节的时候不能扫地 大年三十的时候呢 我们那边不可以洗脚 洗脚过后呢 就说祖先会回来喝洗脚水 然后呢 我们那边呢 隔了没多远 他们的风俗就是 大年三十的晚上 必须要洗澡洗脚 干干净净地迎接新年 你看 他就有两种说法 他有吉凶吗 没有吉凶 你认为这个东西呢 你觉得好就好 你信他你就讲究 你不信他就算了 但是过年的时候 讲究一点风俗习惯 你才会觉得有年味 对吧 过节也是一样 以前我小的时候 过端午节的时候啊 要喝熊黄酒啊 头上要抹一点熊黄 弄一点什么东西 要泡爱业洗澡等等 有很多风俗要做 感觉这个节过得很有意思 但是到现在你发现 科学家说啊 这个熊黄酒喝了要中毒啊 这个爱业啊 怎么怎么样啊 然后很多人就不喝了 你看过去的人足足备备喝 也没见有人死掉啊 因为你又不可能喝太多 喝一点点 连这种风俗习惯就没有了 慢慢就没有了 现在的人越来越不注重了 所以过节就没有过节的气氛 这就是结账法啊 其实就是血土舌 舌头土的太多了 然后呢 形成了轨结倒气 我们通过把它截断 改造风水 从而延伸出了一种截障法 因为像这种地方呢 它其他都是很好的 它必须要 这要符合才可以哦 你不能看到一个舌头肠 你就去截断 它要有气哦 它一定要有气 就是血性一定要好啊 莱麦要好啊 入手也要好啊 青棱白虎也要好啊 都要好啊 就是说它已经很符合风水 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个舌头太长了 我们要把它砍断 是吧 这是它唯一的缺点 你如果后面没有莱麦 没有龙虎 就像包围 就像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啊 舌头还是有 你再怎么截断 它也不能用啊 你如果用这个截断 截断截断 你管理从哪里截断 它都不能用 懂不懂 它必须要有包围啊 必须要有龙虎 对不对 这也是它的一个条件吧 它本身就是一个好风水 把这个一遮住 它就是好风水了 唯独就是舌头太长 才能用截当法 你不能见一个很长 你就去截 是不是啊 就是这个气它本身就很贵 龙很贵 你才要不要去截 那龙就很贱 你就不要去截了 对不对 今天就说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也可以提出来 然后以后我会针对各位的提问 讲一些问题 就是说回答一些问题 方便各位学习嘛 一起进步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